各位你看到簡報的第10頁 我們這裡有一個特效 叫做WIGGLE WIGGLE PASS 這什麼意思呢?WIGGLE 今天是立冬對不對 請問冬天很冷的時候你會怎樣 這樣知道什麼意思了嗎? WIGGLE就是抖動的意思 所以來 我們現在自己來隨便畫一個好不好 來 我們看你要畫圓的還是要畫方的 都沒有關係 我先畫一個 但是我不要填色 我只要 我只需要 就是線條就好了 你有線條看得比較清楚 記得 不要填色是按字喔 Fill這個喔 去選這裡有沒有 好這樣我就可以確定我沒有填色了 那外框我用白的好了 OK 來你看我畫一個 畫好粗喔 稍微縮小一點 好這樣 那我們常常看到有些動畫 尤其是比較模擬手繪的 它就會稍微抖動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我畫完了 我們找一個地方 你來這裡看 好 如果你要針對整個圖層一起做 你就點到它 如果呢 你這個圖層裡面 形狀圖裡面 有兩個以上的 形狀 你想要針對這個形狀 我就點到它 好那你看 我來這個 有一個add 增加 有沒有一個 we go paste 就是這個三角形 按一下 按下去 好了 真的嗎 你搭動時間軸 有沒有會抖 這樣會不會抖呢 但是抖 它有一些參數可以調整 因為呢 它預設 雖然加了會抖 有沒有 會抖 這裡有一個 可是 抖的 頻率 抖的大小 我們可以調整 比如說我不要它抖那麼多 size小一點 你看我把它拉小一點 這樣就好 你看我拉動時間軸 這個不用關鍵格就會動了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抖的時候比較沒有那麼抖 對不對 不像剛開始 第一個 第二個 你想要它抖的時候 要尖尖的 還是圓圓的 如果你想要它圓圓的 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喔 我剛剛這個數值我先拉大一點 你比較看看 這個是圓圓的 這一種是圓圓的 我們比較一下尖尖的 有不一樣吧 對不對 就那個轉角 是比較圓一點 還是比較尖 你可以透過這邊 你可以透過這邊 去做調整 然後它抖動的頻率 抖動的頻率 你可以在這邊 因為它現在 沒有很冷 一秒抖兩次 有沒有 Wiggle 然後Second 然後Second就是兩秒鐘 應該說兩秒鐘抖一次 那如果你想要它久一點才抖一次 你就把這個時間拉長 那它抖的 這個頻率 就會比較慢 就會比較慢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還蠻簡單的 只是說你要會看一下 這個 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會了吧 所以你只要任何的線 不管是你自己用貝制曲線畫的 它內建的 都可以 你就可以像這樣加上抖動的效果 這樣OK 好 那現在這個理會了 我們剩最後一個 我們如果想要達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效果 就是 比如說字寫出來 有沒有像這個 像這個裡面 或者像這樣筆畫畫出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是要用到我們剛剛講到第8頁 不是 第11頁這裡 叫做Trim Pace 它有一個叫Trim Pace 也是從我們剛剛 Aid這邊加進去喔 我們來試看看 來這裡 假設這個 你現在看到它會抖了 可是我希望它是 邊畫邊抖 這樣畫出來 怎麼辦 我就來這裡 剛剛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 我就針對它 告訴它 告訴它 我現在不是要這個的 我已經有了 我要Trim Pace 有沒有 上面一個 這樣 就可以達成了 真的 這樣就有了 你看我把它打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Start跟End 所以 我們先試看看喔 你看 有沒有 一條線 所以我如果這樣子 有沒有就畫出來了 那你看到 那你看到 我們在AE裡面 很好玩的就是 幾乎每一個參數都有碼表 所以能不能做動畫 當然是可以啦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選擇 我在這裡 一開始要在這邊 你可以針對Start 你可以針對End 都可以 我就可以做動畫 比如說我針對Start 一開始 是百分之來完成 然後到後面 就這樣畫完 所以中間就產生補肩動畫囉 有沒有 這樣就慢慢的過來 那請問你 一定要從這邊畫過來嗎 可不可以從這裡畫過來 可以啊 針對誰 針對End來做 因為End 如果你是這樣子有沒有顛倒 對不對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都可以 那有沒有人規定 一定要從右上角開始 能不能從這裡開始 能不能從這裡開始 可以 就是誰 叫做Offset 也就是說我在 開始的這個點 我可以去選擇 我要過來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在那條 有看到了 我先從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我可以調整他要從哪裡開始 我如果想要從中間開始 那我們就看一下 喔 他就從這裡開始慢慢的畫 畫到後面去 這樣你會不會手繪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用 那個筆 我想要 模擬好像我手繪這樣畫出來的效果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他 沿著那個線做出來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站到這邊